在爸妈陪同下 小朋友对着平板电脑上网课 这是大陆上海最新最大的一座方舱医院 有会展中心改建而成 可以容纳四万名确诊者 不但设施整齐清洁 先前传出有小孩被单独隔离 引发争议的情形也有改善 针对儿童群体设置专门的区域 对这个有家庭成员感染的这种情况 我们也采用一种亲子收治的模式 然而在官方媒体镜头之外 这座南汇方舱医院却是完全不同的情形 根据当地民众形容 他们被送进隔离点之后才发现 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马桶还堵住 从棉被到饮用水 全都要靠自己去抢 我觉得抢多了跟人家相似 像暴乱一样的 还有人的处境比这更惨 这群上海民众在微博上求助 说他们三千多名确诊者 从一岁多的小孩到九十几岁老人都有 却被丢进一处校园之后就无人问问 截日七号上午 新浪微博上各种有关上海疫情求助的贴文 已经超过九十九万条 TV新闻 王新唐 庄志伟 综合报道